谁说德云社海外巡演没有外国观众 自从德云社开启欧洲巡演之后 德云社所到之地可以说是场场爆满 演出时台下欢呼声叫好声不断 尽管如此 德云社的黑子们却质疑德云社出国巡演没有外国观众 不还是给中国人看 孟和堂的现场互动无疑是打了这些黑子的脸 外国观众不但来了还带着翻译看响声 估计外国观众也后悔没有早点学习汉语 看到徒弟如此老郭也坐不住了 霸气放话 郭老师一句铿锵有力的 我只负责中国人的快乐 台下掌声瞬间如潮水般汹涌而至 在异国他乡能听到如此暖心的话语 观众们无不热泪盈眶 看到观众如此的热情 演员们也在舞台上卖力气地演出 郭老师还即兴地创作出一首独特的德语小曲 一开口就将现场欢乐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除此之外返场节目也让许多观众大呼过瘾 之前的返场都是费师傅费千大爷 没想到出国巡演 千大爷的智商重新占领高地了 鸾云平想再次地套路千大爷 千大爷并不上当 您下面的乌相也手上突然离开办公 相信 看到乐得满场跑的孟贺堂 就知道现场得有多欢乐 鸾云平也没有想到会被千大爷给刨活了 不得不说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而在孟贺堂返场时 本想用一个脑筋急转弯套路一下二老 没想到却被二老轻松识破 一点也不带他玩 我们村啊有一个傻子 你问他什么 他都说没有 你吃饭了吗 没有 你喝水了吗 没有 师傅这故事您听过吗 听过 什么是他 在后台里都给我讲到一边了吗 没有 还是给你大爷玩 来来来来 我给您讲一个 您听过吗 我摇头吗 怎么样啊 送一下 走吧 孟贺堂真是太难了 不但被师傅大爷套路了 还被鸾云平表演的魔术隔空曲雾 累得满头大汗 感觉孟贺堂回国之后 怕是得受十斤 孟贺堂的海外巡演实在是太惨了 但不得不说 孟贺堂是真想着诗歌 在海外巡演 还不忘帮师哥张云雷宣传新歌 孟贺堂版的华夏也非常的好听 不得不说老郭对于曲艺的宣传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给海外华人带去欢乐的同时 也带着中国的传统曲艺走出了国门 怪不得就连官媒新华社都发文盛赞德云社 老郭让许多外国人通过相声了解到更多中国的文化 虽然说达不到文化入侵的程度 但也为其他的传统曲艺开了一个好头 在之前巡演时 老郭还曾说过 要带着古曲社和麒麟巨社一起海外巡演 那时才是真正的曲艺盛世